再來就是上街悠久的中部四館市水菜夏生比賽 100空男女都的比賽去陰超過3,000位的民眾來參加 主辦單位也來競出七十八個作品 電池 順火電 分享創作者的水菜創作 在賣相第58年的中部四館市水菜夏生比賽 是再來上當有規模的美術比賽 參賽者為幽靈行小朋友一直到各種節的核心都有 這種的核心也很大的風來分享創作 我想表達八卦山有很多人 大家都來這邊 大家都來這邊 這邊放鬆心情 然後還有就是要分享給大家我來這邊的喜悦 主辦單位表示中部四館市夏生比賽率數有給 今年改變比賽制度 除了真的參賽做白衣娃 也沒有更加興奮跟中部四館市的民眾再參加 每一年大概這個活動都會吸引大概兩千人到三千人參賽 是一個非常熱鬧的一個 也非常有 非常好的一個 一文氣息的一個活動 那今年這個活動 我們每年這個比賽大概都是在九月份 那我們之前都會有一些 期前的一個造勢宣傳的一個活動 就是配合這個活動 我們也辦了一些系列的一個宣揮展 那今年也是跟往年一樣 我們安排十個店 那我們跟各個單位 從小學一直到大學 甚至於包括圖書館跟文化館所這些單位合作 來將前一個年度一些得獎小朋友這些同學的作品端出來 然後跟更多的民眾來分享 套過比賽的法國美術心修 也就由展覽來分享美麗的外奏 這回主辦單位也挑戰出七十八個作品 要來巡迴台中 南道 中華 跟雲林四個館市來展覽 多中華新聞 中四兩中華 彩虹報得